台长好 很荣幸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你的法会 然后就有这个机会 一看就知道 因为经常参加法会的人 不穿短裤的 不好意思 讲吧 我是1978年的马 然后从小身体感觉不是特别好 然后经常头疼 现在睡眠也特别不好 然后还有腰间盘突出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 你是几几年数什么的 我是78年数马的 你伤自己伤得太重了 听得懂吗 台长讲话你都应该听得懂 你的感情运很伤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你的身体不是说 就是说后来不好 你从小生出来体质就很不好 是的 经常从小就头疼 我告诉你 你妈妈本来应该有一个双胞胎的 对的 对的 我告诉你 你记住我句话 就是你有一个冤结 后来没出来 结果就是一直在你身上 所以你经常做一件事情 刚刚要成功又不成功了 是的 刚刚想去做一个事情又不行了 是 这个人就是说 你做什么 他就拉你后腿 你想做什么 他就搞你一下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谢谢 所以你的婚姻 他也会搞你 明白了吗 还有你的腰 是第三节 腰椎 肩膀突出这么一点 是的 是的 对的 然后 还有 而且我还告诉你 你的腹科非常不好 听得懂吗 我要去查一查 我告诉你 你的正常的生理期 肚子会痛 而且腰非常不好 腰对象 腰影响到肚子 明白了吗 你这个孩子太男性化 要慢慢改脾气 你要多念心经 你脾气太急了 太对了 急得不得了 所以经朋友引荐 然后来念佛 所以你现在来了 你看到了 你才相信 人家讲 你不相信了 对不对啊 我们家里有请佛堂 然后我妈妈她也信佛 我姐姐也信佛 有菩萨的家里 所以也是 也是相信的 所以说明你还有些缘分 是 小丫头你要改脾气 你脾气太大 是 一定要改脾气 不能吵 不能闹 好好念经 以后人会越来越漂亮 你小时候长得挺好看 我刚刚看你图腾 小时候很好看 我女儿很漂亮 现在你越长越难看 你的眼睛过去很大 现在也蛮大 那是划出来的 我见到你之后会更漂亮 好好念经 好的 我还可以问一下吗 就是说我现在有个生意 和我先生 然后我现在想转行 想把那个生意想卖掉 然后想去做另一个行业 不知道我的生意能不能卖掉 然后决定是不是正确的 不念经 经肯定念 你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 是 会很顺利吗 每天念四十九遍准提神咒 然后你不能吃活的 一定要许愿 好 出一十五尽量吃素 最好出一十五吃素 再加上你必须要不吃活的东西 然后你再念这些经三个月之后 你看看能不能卖掉 好的 我只能讲到这里 好 还有一个不好意思 再耽误一点时间 就是我有一个姐姐 她也是家里有供 有请观音的 然后她结婚两年 我想问一下她事业方面会怎么样 然后还有什么时候小孩 你这个姐姐很辛苦 人家不理解她 我告诉你 她不是说没有孩子 她调过孩子 是 鼓掌 所以你要叫她把前面的孩子超度调 你才能再生啊 你前面的不超度调 你后面怎么生啊 钱再不还 对不对啊 银行怎么再贷款给你啊 现在明白了吗 好的 我的马是什么颜色的 棕色的 棕色的 很厉害 好的好的 谢谢 找红马 找红马 好的 谢谢台长 新年开乐 新年开乐 再见 门 泡 喜 征 碧 杯